我另外请教一站 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战场 是赖清德的万里老家 对赖清德的老宅问题 就是柯文哲极尽羞辱赖清德 然后侯友宜的新北市政府 沦为帮凶认定是既存为鉴 那今天作用力一定有反作用力 当地的里长就出来讲话了 如果赖清德的老宅认定是为鉴 当地的2000户的住宅 都有可能被认定为为鉴 所以他们向新北市政府陈情 新北市政府今天也跳出来说 我们会保障矿工的居住的权益 当初你为什么认定人家是为鉴 赖清德你就认定是为鉴 其他2000户的矿工 你就说要保障人的权益 这个新北市政府跟侯友宜竞选总部 已经形成一个人格分裂的状态 今天国民党的发言 还列了一个赖清德老宅拆除的倒数时间表 到底你们赖清德老宅该不该拆除 国民党跟新北市政府是不是一个统一的说法吗 因为这里面很清楚的 他就是民国66年区域计划法实施之前 他已经存在那边嘛 而且当初的矿物局都已经核准他们新建这些 所谓的矿工宿舍 因为年久失修 所以他们有做所谓的原本的房子的修赛 而这些修赛现在被新北市政府任务定为鉴嘛 其实一般来讲都不会这么处理 一般来讲就会做在地的一个协调嘛 然后跟中央协调所谓矿物局协调 未来如何把他们合法化 这才是正道 但是侯友宜为了他自己的选举利益 却直接把他认定为为鉴 而这些矿工是有多可怜 这些矿工最近的一些报道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吴念珍的一部电影叫《斗亚》 台湾的矿工是非常的辛苦的 这么辛苦呢 12岁可能就要去做同工的 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16岁才能入宝投宝之后 他们才能够下到矿区矿道里面 一天多少钱 12岁的同工一天七块钱 正式当为矿工的时候是一天22块钱 而且他们因为那个矿社年久失修 所以常常会碰到台风 所以他们一定会做一定程度的修缮的问题 工时多长 一进矿坑里面至少18个小时 有时候要到20个小时 所以他们不但薪水低 而且工时长 而且会有相关的所谓的细费症 因为他们要吸很多的粉针 最重要的是 更严重的是 如果矿区发生灾难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的所谓的煤矿的矿坑惨剧 而这个矿坑惨剧就是为什么赖清德会哭的原因 因为如果你读到这篇报导就会哭 因为他这篇报导万里煤矿惨剧 瓦斯外泄杀人 五名毙命五名受伤 其中一位就是赖清德的父亲赖朝金 所以赖清德因为他想到他父亲面对这些乡亲的时候 所以他在现场的时候他直接流泪了 我想每一个人只要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你都会想流泪 而这样的一个故事被柯文哲讲成是什么 柯文哲讲成是赖皮了 那柯文哲自己呢 我不相信柯文哲做了八年市长 如果他对于所谓的新违建 寄存违建寄存房舍的标准完全不清楚 他就是无知跟无能 如果他知道他还故意讲赖清德的房子要拆 而更无可能的是原来你有双标啊 你自己的双标是你自己的农地 这是他今年的财产申报 财产申报里面有持有五分之一 二十四分之五 大概五分之一左右的农地 是在新竹市的农恩段 今天被人家踢爆 原来你农地长的是这样子 你长出重的叫做游览车 你已经把它移为平定 这个可能整地变成停车场 变成停车场 对他叫做铺了柏油 铺了柏油以后 因为他叫做特定农业区 特定农业区因为他是优质的农地 所以有优质农地因为他的保护 所以不能做其他的使用 而你铺了柏油比水泥更过分的是 跟黄国昌 黄国昌也铺了水泥啊 铺了水泥会比较保护那个农地 因为水泥拆掉以后还是可以种田 因为你铺了柏油的时候 柏油是有毒的 这一块农地就毁了 这块农地以后都种植不出东西了 而且我要问柯文哲的时候 你2008年买 是什么时候涨出这个停车场的 那并没有解释 他说今天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你如果是2015年 你上任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你涨出这块停车场的时候 你当初在台北市市长任内 你怎么面对这些违建的 你怎么面对所谓都市计划区域里面 违法使用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待人家 你怎么骂人家 而你却自己在这个市长任内 你涨出了一块停车场 这个不只是违法税收的问题 因为他今天讲说该怎么样就怎样 该补税就补税 因为他已经违法了 停车场一定要交通局合可 才可以设停车场 所以没有交通局的合可 你怎么可以盖停车场 而这个所谓的特定农业区的土地 根本就不能盖停车场 交通局一定不可以给你 所以不可以给你 你就是违法使用嘛 违法使用你已经超收多少的费用 另外他旁边还有一个铁皮屋 特定农业区一样不能盖农舍 农舍也需要申请 而你的农舍申请的里面 你到底有没有去核准这些农业 所谓的农舍的申请 如果没有农舍申请 你是第二个违法 所以 旁边那栋农舍是克文德的吗 他是五分之一的持有 十分 所以他是五个医师 他2015年人家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有五个医生找他妈妈 又把他推给他妈妈了 四个医生跟他找他妈妈去做合资 投资这个所谓的农地 这一块农地呢 其实是什么不值钱什么的 大家就跳过去了 而今年你要选战哦 而且现在的新竹市长高宏安 新竹市长高宏安要出来讲话了 第一个他到底有没有违法使用 这个是由新竹市政府要去认定的 第二个他有超收费用 要补税的要补税 要罚款的要罚款 第三个你支持高宏安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这一块所谓的农业区土地 未来有可能做所谓的都市计划变更 让你可以从农地变成建地 所以你才投资这块土地 而现在你支持的高宏安 做新竹市市场 所以你为什么那么支持高宏安 是不是大家真相大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